近日李小璐在社交平台上晒出自己坐在露天参巴桌椅的照片 照片中她留着奇眉刘海一头黑色直发 穿着紧身的淡黄色包囤裙眼神望向一旁 照片中她向后靠姿势有些妩媚 而不仅仅是妩媚的姿势引起关注 她的配文称 好多话想说 好多话没说 好多话不能说 也似乎疑似影射以往和佳南亮的感情经历 此番言论也引起网友广泛热议 有网友在留言区问起李小璐是否后悔了 还有网友表示了对李小璐心情的理解 据悉 当年李小璐的绯闻闹得飞飞扬扬 也让她的事业低入谷底 不过她经常在社交平台上晒出自己唱歌跳舞的视频 视频中的她颇有女团范 完全看不出是一个有孩子的妈妈 如今李小璐的感情到底怎么样不得而知 但她的心态仍保持得很好 除了带甜心出去游玩外 还时不时开直播带货 而佳南亮也从离婚阴影中走了出来 事业也是蒸蒸日上 两人未来对于孩子的成长安排不得而知 但愿两人的事业都能长红